行政院長周榮泰率領的內閣團隊就任一板零一天 特別召開記者會 報告接下來八大施政目標 其中就包括了民眾最關心的用電問題 近期行政院也坦言北部確實電力不足 最新民調顯示 高達近六成的民眾 對於政府口口聲聲含的保證不缺電 沒有信心 明顯高於有信心的33% 民進黨放著核電不用 卻讓本來五月三十一就要到期 除役的賣料燃煤發電廠一號機 延長合約期限至明年底 這等同於一千四百萬輛機車 十六個月的總碳排量 在A黨痛批 民進就是電不夠 卻要當地居民用費發電 特別是現在AIA的相關廠商要來台灣計算中心 那個都耗電了 那這個時候你還是不要重啟核電廠 讓賣料應該要除疫的還在延長 然後有這個民進黨員怕說他家裡人好多得了飛行海 他退檔 比較乾淨的能源像核電 他不用吧 那電不夠啊 綠能上不來啊 你只要火力發電廠一延 旁邊的居民都受到污染之苦 非要去用那種貴 好像骯髒的電 就是全民就為了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都跟著受苦 同時間政府設定的2050近年轉型目標 現在更含懷要請各部會副首長 擔任永續長要與民間企業對齊腳步 這個不會增加預算 不會增加編制 但是永續長的工作 我們會讓它具體的明確化下去 它必須在未來跟民間企業該對接的事情 跟世界腳步要連在一起的事情 它都必須要來做到 新政府上任滿百日 但接下來面臨用電需求大增 如何穩定供電 用乾淨的電 挑戰恐怕近在眼前 杰林先生 呂俊瑩 SL組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